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许多媳妇婆娘求子得子 求福得福 一时间 慈云寺成了许多善男信女心中的圣地 时过境迁 慈云寺渐渐地衰落了 以至于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 在那深山老林之中尚有一处佛门境地 按理说 像慈云寺这种尼姑庵 除非特殊情况 男人一般是不能进去的 但最近两三个月以来 附近的村民们经常发现 时不时地会有衣着光鲜的男子 出入于寺庙之中 难道说慈云寺又恢复了他往日的荣光吗 还是另有隐情 随着一个小偷和一只猴子的出现 很快 真相就水落石出了 话说在离慈云寺不远的地方 有个名叫陈家庄的小村子 村子里有个名叫陈小六的男子 陈小六自幼就不学好 陈老头老两口一生老实芭蕉 到头来却生下这么一个 惹人闲讨人厌的宝贝儿子 在陈小六十五岁那年 老两口竟然都活活被他气死了 没有人管教的陈小六更加无法无天 开始 他靠着父母 给他留下的吉姆薄田过日子 没几年就把家底都败光了 没有了生活来源 好吃懒做的他 只好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 这天正午时分 陈小六和往常一样 才从床上懒洋洋地爬了起来 摸了摸空空如也的肚子 他急不情愿地下了床 出门寻找吃的去了 转悠了一圈 陈小六依然没有找到 合适的下手对象 于是 他便有点沮丧地 靠着路旁的一棵大树打起盹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阵脚步声把陈小六惊醒了 他赶紧睁开眼睛 一看 天色已尽黄昏 小六拍了拍身上的土 便站起身子就要向前走去 他刚一起身 迎面走来的一个男子 瞬间就把他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男子大约三十多岁 穿戴打扮十分讲究 除了身上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裹外 最令陈小六心动的是 男子的手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 看到男子的这身装扮 小六瞬间心动了 好几天都没有开张了 不要说吃肉喝酒了 连干粮的味道都已经快要忘记了 这附近的有钱人家我几乎都认识 唯独这个人是第一次见面 不用问这个人肯定是个外地客商 从他的衣着来看 此人必定非富即贵 不要说身上的那个包裹了 就是光他手上的那个金戒指 就肯定值不少钱 要是能从他身上弄点东西 后半年的日子还用发愁吗 别看小六成天偷鸡摸狗 但他胆子极小 杀人越货的事情 他根本没有胆量下手 一番思索之后 小六便悄悄地跟在了男子的身后 计划瞅准机会下手 男子似乎感觉到了小六的恶意 朝着小六看了几眼后 便急匆匆地朝着一条小路上走了过去 不远处就是雌云寺 没多久 男子就来到了寺门前 轻轻扣了几下门后 男子便走进了寺里 看着渐渐关上的寺门 小六的心里懊恼极了 这可是一条大鱼鸭 难道就看着他眼睁睁地 从自己的眼前溜走吗 很快 天色就暗了下来 心有不甘的小六并没有放弃 而是在寺庙门口的一棵大树后 悄悄地藏了起来 等到天黑以后 小六便爬上了大树 顺着树枝爬到了雌云寺的房顶上 雌云寺不大 只有一间大殿 西厢房是尼姑住的地方 东厢房则是乡客们临时休息的地方 漆黑的夜色中只有东厢房亮着灯 不用问 那男子肯定就住在这里 悄无声息地爬到东厢房的房顶上之后 小六掀开了房顶上的瓦片朝着屋子里看了进去 屋子里点着一盏油灯 此时 男子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 听到敲门声后 男子赶紧坐了起来把门打开了 出现在男子眼前的 世瓷云寺里的一个名叫静空的尼姑 静空长得十分漂亮 虽然已经剃光了头发 但却无法掩饰那种深藏在骨子里的美 昏暗的油灯下 更显得美艳无比 男子似乎被静空的美貌所吸引住了 竟然待在那里半天也没有作声 看到男子如痴如醉的样子 静空不由地笑出了声 这位施主 你发什么呆呀 娇羞的话语丝毫不像是从一个尼姑口中说出来的 倒像是封尘女子一般 不要说那男子了 就连趴在屋顶上偷看的陈小六都有点心动了 男子尴尬地笑了笑 小师傅 刚才是我失礼了 夜深人静 不知前来所为何事 静空说道 施主 小似地处偏僻 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好东西来待客 寺院后面有一大片茶园 这茶有安宁镇静之功效 喝了它的人都赞不绝口 壶中茶水乃瓶泥亲手炮制 还望施主不要嫌弃 说完 静空便把一个精致的茶壶放在了桌子上 并且打开了壶盖 刚一打开壶盖 茶香就从茶壶里溢了出来 连屋顶上的小六都闻到了淡淡的茶香 闻着这有人的茶香 男子的脸上不由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真是多谢小师傅了 只听静空又说道 夜深人静 田泥就不多打扰了 记得 那茶还得趁热喝 羊了就没胃了 说完 静空便转身走出了屋子 静空一走 男子便迫不及待地倒出了茶水 坐在那里品起茶来 看着男子悠然自得样子 小六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就在这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大概是茶壶太小 没几口男子便喝光了 意犹未尽之下 男子便起身端起茶壶前去蓄水 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 只听通的一声 男子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了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小六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 很快他就明白了过来 这茶水肯定有问题 就在他目瞪口呆之际 门突然开了 只见静空从外面走了进来 静空手持尖刀 快步走进屋里后 先上前试探了一下躺倒在地的男子 见他依旧是昏迷不醒 便将那男子手上的金戒指脱了下来 然后又打开男子的包裹 将将里面的财物全部拿了出来 就在这时 屋顶对面的另一棵大树上 突然传出了阵阵长啸 长啸声非常尖利 听在耳中很是刺耳 小六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 突然间 只听扑扑两声 再看去 两个砖头式的东西 从树上飞出 直直地朝着男子躺倒的屋子中打去 只听通通两声 砖头破墙而入 正好打在纳油灯上面 煞时间 屋子里一片黑暗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小六吓坏了 惊吓之际 他不敢再坐停留 随即赶紧起身 朝着来使得那棵大树 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或许是吓坏了 一步留神脚下一滑 小六顿时摔倒在屋顶上打起滚来 很快他就跌落下了屋顶 屋后恰好是一条深沟 只听一声惨叫 小六变什么也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六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一看 一个浑身长毛的怪物 正用两只星红的眼睛看着他 看到这怪物 小六瞬间被吓了一跳 连忙惊慌失措地叫道 你是人还是鬼 见小六醒了 那怪物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不笑还把 一笑两颗尖尖的牙齿 从裂开的大嘴中露了出来 更增添了一丝恐怖 小六这才看清楚了 那怪物原来是一只猴子 我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是这只猴子救了我吗 小六的心中很是疑惑 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开口问道 是你救了我吗 猴子似乎听懂了他的话 竟然朝着他点了点头 见猴子能听得懂人言 小六的好奇心瞬间就被勾了起来 于是便又问道 你为什么要救我 猴子朝着他看了一眼 便又转过了身子 猴子朝着山洞外长笑了一声 听到长笑声 小六瞬间明白了过来 这样说来 那天就是你在寺庙里的那棵大树上 往房间里扔东西了吗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那个尼姑惹着你了吗 话音刚落 那猴子的脸上就一云密布 尽管小六没有见过猴子生气 但他能明显地感觉到猴子生气了 再问下去 那猴子却不再理他了 而是用手指了指小六的腿 仿佛在告诉小六 一切等你伤好了再说 见猴子不想再多说 小六也就没再多问 便安心在山洞里扬起伤来 猴子每天都会给小六摘些山上的野果来冲击 尽管不太好吃 但至少能够填饱肚子 转眼间十多天过去了 小六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 这天吃了点野果以后 小六尝试着起身走了几步 见伤事已无大碍 小六便计划下山 于是他便开口对猴子说道 朋友这些天多亏你照顾了 我的伤也好了 我就要下山去了 等有机会我一定还来看你 说完 小六便朝着洞口走去 就在小六迈开双腿的一刹那 猴子一下子抱住了他的腿 又把他拖进了山洞里 小六还以为猴子和他相处久了舍不得他走了 于是便说道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来的 令他奇怪的是 猴子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子 在石壁上画了起来 看到猴子的举动 小六很是纳闷 不久之后 猴子停下了动作 等小六看清楚猴子画的东西时 他傻眼了 石壁上 猴子竟然画出了一个尼姑的模样 尽管略有些丑陋 但小六还是认出来了 猴子画的就是一个尼姑 不过 这个尼姑看上去要老上很多 猴子为什么要画出这个尼姑 画上的尼姑又是谁 怀着好奇的心 小六问道 你这画的是谁 听了小六的问话 猴子朝着山洞外面 雌云寺的方向指了一指 然后便坐在地上 学起了尼姑参禅打坐的样子 看到这 小六又问 难道你画的是 雌云寺里的一个老尼姑吗 猴子点了点头 小六又问 这个尼姑是谁 猴子走到洞口后 又一瘸一拐地朝着洞里走了进来 然后便往地上一躺 接着他又坐了起来 腾地一下坐进了小六的怀里 猴子到底要表达什么 小六百思不得其解 见小六不明白他的意思 猴子有些着急了 于是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几遍 一番折腾之后 小六总算才看出了点眉目 你难道是说这个尼姑见你受伤了 便把你救下来了吗 猴子见小六听懂了他的意思 脸上不由地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小六又问 那你给我画这幅画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刚说完 那猴子一下子就跑出了洞外 随即消失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 猴子又出现了 见小六一脸懵懂的样子 猴子又出去了 接连三次以后 小六疑惑地问道 你是说这个尼姑不见了吗 猴子点了点头 得到了猴子的肯定 小六便在那里寻思了起来 从猴子画的画来看 他画的这个尼姑 与那天夜里见到的净空 肯定不是一个人 正是这个尼姑救了猴子 而猴子所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尼姑不见了 想到这里 小六便问道 你是不是说这个尼姑不见了 想让我帮着你把他找回来 听了小六的话 猴子顿时高兴地喜出望外 猴子都知道报恩 我还不如一只猴子吗 想了一番之后 小六冲着猴子点了点头 从那天夜里发生的情况来看 那个净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慈云寺里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怎么样才能解开这个谜团呢 很快 小六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久之后 小六下山去了 经过一番打听 小六从附近的人们口中得知 慈云寺里面一共有一老一少两个尼姑 年轻的正是净空 而年老的那个尼姑 自从三个月前就不见了踪影 听净空说是老尼姑外出化缘去了 也正是从老尼姑不见踪影的那时候起 慈云寺里面就经常有一些陌生的男子出入 得到这个消息后 小六越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于是便开始行动了 这天下午 天气也热 慈云寺里唯一的尼姑静心 正在房中打坐自修 他像平常一样 嘴里默念着心经 手里念着佛珠 不知不觉一时犯困 头一垂便睡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静心赶紧起身来到门口 打开寺门后 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仔细打亮了一番来人之后 静心不由的一阵暗喜 又有大雨上门来了 于是便笑着说道 这位施主 来此有何贵干 男子说道 小师傅 这里可是此云寺吗 静心点了点头 男子长长地出了口气说道 总算找到地方了 实不相瞒 我乃是一个外地人 十多年前 家母曾经来过贵寺 被一位叫做清静的师父救起 多年过后 母亲挂念清静师父 特地让我前来拜访他一下 顺便看他有些什么难处 我也好接济一番 说着说着 男子不经意间 将手上的大金戒指露了出来 听男子说完后 静心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 真是不巧 我那师父刚刚下山 等到晚间十分才能回来 不知师主能否在这里 休息片刻等他回来 听静心这样说 男子的脸上 不由地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不过随即他便又说道 那就只好叨扰了 很快 静心就把男子 带进了东边的厢房里 随即转身出去了 男子正是小六 为了一探究竟 他便使出看家本领 偷了一件上好的衣服 又用黄铜做了一个戒指 便做了一个富商模样 不久之后 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 小六开门后 那静空已经站在门口 见静空的手里 正提着一把茶壶 小六顿时警觉了起来 和那天夜里的剧情一样 静空又开始夸起了他的茶 但小六心中早已有了防备 任凭那静空如何劝说 小六就是不肯喝茶 见小六不肯上当 静空便失望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很快 天就黑了 因为依旧不见清静师傅的踪扬 小六便决定出门问个究竟 刚一出门 西乡房里就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说话声 只听一个男子说道 怎么样 那小子还不上道吗 哎 这家伙很是小心 任凭我如何劝说 他就是不肯喝茶 我看不如这样 要不把那老家伙弄出来 让他见上一面 静心说道 男子狠声说道 要是那老家伙出来以后随口乱说 咱们不就都露线了吗 不行 还得想个办法 实在不行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刀要了他的小命 咱们就拿上东西 远走高飞怎么样 听了男子的话 小六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 令他欣慰的是 从两人的口中 至少他知道了 那个老尼姑并没有死 而是被他们藏了起来 巧声回到屋子里后 小六赶紧想起了对策 就在这时 只听枝呀一声 西乡房的门打开了 情急之下 小六赶紧将茶壶里的水 倒在了床底下 然后便躺在了地上 他要来个将计就计 不久之后 一个手持钢刀的男子 走进了小六的房间里 见小六已经晕倒在地 男子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就在他弯下腰 伸手探向小六鼻息的时候 小六猛地睁开了眼睛 趁着男子愣神的空挡 小六一把抢过男子手中的钢刀 一下将他劈倒在地 听到男子的叫喊声后 静心连忙从屋子里 跑出来看个究竟 他刚一出门 就被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绊倒在地 随即 那东西骑在他的身上 朝他的脸上撕咬了起来 在小六的逼问之下 男子倒出了清静师傅藏身的地方 把清静师傅救出来之后 小刘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半年前 一个浑身是伤的女子 跑进了雌云寺里 说要出家避难 清静师太见他可怜 便收留了他 让他做了一名尼姑 没想到 这个女子乃是一个骗子 不久前和她丈夫来到此地后 见雌云寺地处偏僻 里面只有一个老尼姑 便有了利用雌云寺来谋财的想法 在雌云寺里落脚之后 那女子便渐渐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不久之后 她便和丈夫商量 由丈夫在山底下 招呼那些外地来的客商 将他们诱骗上山 客商们进了寺庙以后 见女子颇有些姿色 便放松了警惕 趁此机会 女子便在茶中下毒 将客商迷晕过去 好将他们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 客商们大多是外地人 出了这等事情又不好张扬 于是只能忍气吞声 为了嫌老尼姑碍事 他们便把老尼姑 关进了寺里的一个地窖之中 真相大白之后 小六便把那两人交到了官府 或许是那两人的下场 把小六吓到了 此后 小六不再游手好闲了 而是老老实实地干起了活 几年过后 她娶上了媳妇 一家子安安稳稳地生活了下来 至于那只猴子 原来老尼姑曾经救过她 被老尼姑救下之后 猴子便经常跑来和尼姑作伴 老尼姑擅长画画 平时经常拿着画笔作画 猴子颇有灵性 见老尼姑画画 她便也在一旁学了起来 老尼姑画她 她便画老尼姑 没想到危急关头 正是靠着这才救了老尼姑 在老尼姑重见天日之后 她每天都会跑去雌云寺 和老尼作伴 雌云寺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店内的香火逐渐兴旺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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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clic上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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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マスタ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